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有点无人在意的样子 别说比不上星汉灿烂 就连心上的苍蓝爵也能够压他一头 可谓是令人失望至极 据刚播时 双方粉丝还是挺和平相处的 甚至在杨子出现喂蛋糕事件的时候 还有许多的男主粉丝替他说话 不少人还觉得两家粉丝都挺不错的 但是昨天陈香如谢上部刚播完 两家粉丝就在官方粉丝群里破口大骂 都互相叫对方偶像的黑称 骂得可谓是非常难听 到后来群主亲自下场也控制不住 有人说有黑子带节奏 我想说这么多发言的人都是黑子 可能也是两家粉丝早有摩擦 只是由于还有共同的剧再播才一直忍耐 现在剧播的反响平平 两人在这部剧中还被诟病不少 连带着以前剧积累的好印象 都大有破灭的趋势 所以大家逐渐心浮气躁 忍耐不住了 现在这个广场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建议双方粉丝还是先冷静一下 这样做百害而无一例 最后被骂的也只有两位演员罢了 毕竟只有他们是实名制的 而且下部今天才刚开始播呢 我想说真正的好剧 观众是能够看到的 大家怎么看 谢谢了 我明白了 这个视频自然的相干所以我都已经看到你 在纏细紀元親外幕温毛前 林北准子 eles很令人恩记忍吗 不是为了吗 不过有量气巴奴状不能思想 我感觉和 dette 就是我 thinking